国语版的是罗大佑 黄瞻 徐克他们仨人合唱的 许冠杰唱的是粤语版 但这里头最妙的是啊 国语版跟粤语版他这俩歌词 一个字都没改 还都能合上韵 气势磅礴 这样的歌在整个乐团可以说绝无尽忧 你看黄瞻了 说了令狐冲 不少人就琢磨说这极品男子排行榜 这榜首第一名得什么样啊 榜首是谁 郭靖 你看郭靖从一个憨憨 变成了左娇妻 右绝学 站在了江湖巅峰上的大侠 称得起是极品 他看上去傻得胡的 是吧 他凭什么压得过那两位他成第一名呢 在说郭靖的这个晋级法宝之前呢 咱们得先说一句 郭靖笨吗 郭靖不仅不笨 正相反 他是射雕英雄传里边 可以说是最聪明的那个人 你看我这么一说 很多人脑子里画问号了 怎么的呢 别着急 你听我说完呢 首先 为什么咱们都觉得郭靖笨呢 因为这里边好多人说他笨 首先江南奇怪 说他笨 阿靖的自制那么差 他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 不如就别糟蹋人家的时间了 黄荣也说他笨 你看人家多聪明 看你自己长头啥呢 连他自个亲妈都说他笨 其实也不能怪你的 你根本就不是练武功的材料 但是有金庸迷 根据小说情节 大概的推算过 郭靖十七岁出道 当时经常被揍得鼻青脸肿 等到了十几岁 和后来这个杨过 那成名都得二十五岁往上 郭靖学武功这个速度之快 是高深 他要说自己第二 我估计没